那么紧接着带您来关心的是 现在连做油的也要来做电池了 做油的是哪家公司呢 埃森美孚石油这个做油的 现在说还要进军 理行业就是要做电池 而且未来还要做电动车 那电动车是未来的趋势 大家都知道 但现在谁吃到大补丹呢 韩国的三大电池制造商 现在订单爆了 而且不只是爆了 据说连未来以后 很久很久以后的订单 现在都是满的 那台湾的相关概念股 能吃到多少呢 我们520的时候 我们蔡总统说台湾不缺电 但必须要投资除电设备 这句话是不是已经点出名牌了 总理 对 没错 其实埃森美孚 它是石油巨博 现在给我大概推电动车 电动车又不吃油 所以你现在如果说 不赶快再做什么的话 可能到时候你是没有你的位置 因为据统计到2025年 因为现在石油那个燃油车 那个石油燃料 可能到2025年 它就达到最高点 再来呢 再来每年往下掉 你到2050的时候 基本上你那个油车跟电车 电车可能会超过一半 所以这个就逼什么 逼这个爱跟美孚石油怎么样 花了一亿美金去 爱跟社会买那个开采权 那开采权买了之后 卖给谁 卖给像你刚刚讲的 卖给韩国 因为美中对抗 美中对抗 然后之前是拜登推 那个降低通貌法案 你降低通貌法案 基本上你要拿往美国补贴的话 你必须要到美国来设厂 美中对抗 所以你中国的可能就旁边站 所以去的都是谁 去的都是韩国 不然就是日本的Panasonic 那如果说以韩国来讲的话 主要就是LG带头 因为据韩国的官方统计 LG 三星跟SK 这三个加起来怎么样 市占就差不多25% 那25%的话 如果说我们看美国那个地图的话 它之前那个铁锈带 铁锈带现在已经怎么样 翻转成什么 翻转成那个什么电动车厂 电池的 都做这些的 其实光里面一G 一G瓦以上那个电池厂 就有16个 那16个里面 我们刚刚讲的LG LG基本上在里面就做了 就占了6个 那这6个 韩国根本还统计 像刚刚居然是不是讲到 说他们那个订单 未积压订单 未来的单子现在已经满到不行 对 现在 其实光到今年为止 今年为止 那个积压订单就1000兆韩元 那个和美金差不多 7500亿美元 就积压在那边 这么多 对 那积压在那边 而且如果说你光看第一季 那个获利 因为第一季财报公布了 如果说你看LG的话 他去年的第一季 是获利2590亿美元 今年第一季是4726亿美元 就成长145% 所以成长数是非常大 所以如果说 这样的话就是 谁转走 基本上就韩国这边转走 而且在韩国这边 其实韩国不是说 只有在什么铁锈厂盖 铁锈区盖很多电厂而已 他们也在干嘛 也在调整的电池里面的化学原料 让什么 让那个电池能量可以更大 比如像LG好了 LG现在是特斯拉的供应链 对不对 所以那4680是他做的吗 对 4680基本上 它里面的原料 基本上是算是 它最大的供应商 现在怎么样 现在他要把那个负极的材料 负极材料 现在基本上是石墨 他把它改成锡 那改成锡的话 有什么改变 如果说改成锡的话 这个锡的能量密度 能量是石墨的十倍 所以现在在测试阶段 那如果说测试成功的话 未来特斯拉这个电池 基本上还是像LG 独拿了嘛 所以他将来是锡会取代锂吗 没有 负极材料 负极材料是石墨 那石墨基本上 现在改成锡 所以它是取代的是石墨 对 没错 所以这个东西还在测试 那如果测试完成之后 那基本上可能 您的时代可能就不是对手 据说现在电池 真的包罗万象 不是只用在电动车 还能够用在医疗检测 对 没错 因为像意大利 也开发出一个 可以吃的电池 它用的材料是什么 海藻 然后那个海菜 还有什么 还有那个蜂蜡 它用这些吃的 然后把它弄成那个电池 那电池的话 当然那个能量密度 没有很高 差不多0.65V而已 所以电动车来讲 当然就是可能还要再做测试 不过对于医疗产业来讲 这可能会起到非常大的帮助 因为这种电池 它可以吃了 所以它可以跟一些 比较微型的医疗 医疗器材做结合 结合之后你吃到肚子里面 它可以对什么 对你的肠胃的系统 如果说你有疾病的话 它可以对肠胃系统里面 更有效的检测跟治疗 所以这个是 医疗产业非常的开心 所以有这个东西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